这期节目说一个重要的问题 乌克兰政权失去了乌克兰斯克 这话如果你理解我困难的话 你就把乌克兰斯克当成个地名来理解 乌克兰斯克是乌克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 现在这个城市已经重归了顿尼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今天的乌克兰斯克的胜利高举着苏军的胜利的旗帜 怀念伟大的苏联红军的统帅斯大里 这就是今天俄罗斯前显的意识形态这件事情 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 这是昨天的交情 昨天是中国的中秋节 中秋节听到这个消息 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感觉 媒体告诉我们一天之内 俄军消灭了1960名乌军士兵 这是最近以来俄军的一个很重要的胜利 俄罗斯军队对乌军多个临时据点实施打击 并且控制了顿尼斯克地区的乌克兰斯克的居民点 如果您以为这些我就说要跟您说 俄罗斯军消灭了将近两千名乌军占领了一个地方 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看这个图画 一面烈烈招展的红旗 再看这个红旗上面的内容 这面红旗在一片残垣断壁当中好鲜艳哪 你注意到红旗上的镰刀锤头没有 为什么在占领乌克兰斯克的这个战役当中出现了这一面红旗 告诉各位 俄罗斯是苏联的法理上的继承人 苏联30多年前红旗落地了 亡党亡国了 这是20世纪一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 所以美国人才高傲的宣布 不战而胜 冷战结束 但是俄乌战争 您换个角度看 用郭松明先生的话说 那就大毛二毛分家之战 斯拉夫三堆人 一堆人叫大毛俄罗斯 第二堆人叫二毛 叫乌克兰 第三堆呢 叫三毛白俄罗斯 原来都是一家啊 这哥仨分家了 分家没分利索 所以最后打起来 你从这个角度看 蛮有意思 我推荐大家去读郭松明 关于分家不利索打仗的这件事情 从常理的角度解释 俄罗斯的对言政治问题 这个照片上烈烈招展的红旗 说明什么 也许在说明 昨天的纳粹被这面红旗碾碾 今天也如是 这个旗叫什么旗 我们叫红旗是吧 在俄罗斯 是苏联卫国战争 胜利的象征叫胜利旗 这面旗帜是苏联的国家的标志物之一 因为苏联这个国家消失了 但是这面旗帜却没有消失 没有消失的标志之一 在俄罗斯的阅兵当中 在俄罗斯人建造的太空舱当中 舱外展示胜利旗 在今天的俄无牵线 依然有俄罗斯的士兵 拿着这面军旗 这是苏联的军旗啊 咱们的读者一定好奇 这旗上怎么还写了一堆字啊 这个字啊 是有段历史 简单说是这样的 旗帜上写的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突击第三集团军 第79步兵军 荣英什么什么二级寻章 第多少多少的步兵师 俄罗斯人高度真是这面军旗 1945年的5月1号 德国布林帝国大厦 升起来的就是这面军旗啊 大家知道叶利欣吗 斯叶利欣曾经下令 说俄罗斯军旗的颠倒斧头 再给我去掉 因为这是苏联的象征 但是2000年12月 普京推发了一个决定 建议将苏联时期的军旗 就是这面胜利旗 作为军旗 并且提议 俄罗斯上下两院获得通过 在今天的俄罗战场上 打出这面旗帜 他的意思不言而明 就是要消灭今天的法西斯 捍卫俄罗斯的主权安全 我以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俄罗斯庆祝 为国战争胜利 多少周年的阅兵式 然后讲过几次 每一次阅兵式上 都会单独出现这面胜利的旗帜 每当这面旗帜出现的时候 现场所有的人都喊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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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在乌克兰斯克这个战役当中 这面旗帜出现 对于今天的俄罗斯的视频来说 就有多么巨大的鼓舞的力量 历史是不能隔断的 苏联解体三十多年了 俄罗斯人对苏联的态度 也在发生变化 最开始是痛恨 是负面评价 后来他发现自己被美国人洗脑了 如今变得比较客观了 说明俄罗斯人正在 正视自己的历史 在去年重新当选之后 普京以百分之八十几 接近百分之九十的高得票率 他依然是作为俄罗斯的实际的掌舵人 在看待苏联历史 苏联领导人的这个事情上 普京对于前苏联 对于斯大林 对于赫鲁小夫 有各种不同的评价 普京曾经讲过 这句话大家都熟 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 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但是普京 评价斯大林有一句话 很像中国人的话 普京说斯大林是老爷子 并称他是国家之父 斯大林作为苏联的缔造者之一 他是继历宁之后的 苏联的第二代的领导人 领导苏联开展经济建设 改变苏联经济落后的状况 同时打赢伟大的 美国战争胜利 直到把德国法西斯 摁到地上摩擦 可以说是斯大林一手打造了苏联 他对苏联的影响 是没有办法抹去的 俄罗斯人喜欢做 谁是俄罗斯历史上 最伟大人物的测试 经常搞 结果呢 有一个趋势 斯大林开始票不高 后来以38%的支持率 名列首位 而后才是列宁 彼得大地 安安的嘉嘉林等人 您怎么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 东城区居民斯马南 再见